Hello大家好 我是中正挖滑的郭焦岩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昨天的新闻一直在报 报这个消息会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 针对失眠贩售的所谓的血鱼要进行调查 那发现有一半以上的所谓的血鱼都是假货啦 也就是用低价的鱼 鱼木混珠冲高价的这个所谓的血鱼 那这个大家分辨不紧就变成悦纳头了 那所以我昨天就做了一点功课 那跟大家今天来分享 怎么样利用外观的一个简单的观察 来做简易的分辨 好那我们先来谈一下鱿鱼 鱿鱼它的鱼鳞片是比较大一点的 那鱼肉偏向的是黄白色 跟那个鱼鱼全白是不一样的 那鱼皮是灰色的 而且它带有白色的凸起的那个鱼鳞的纹路 肉质虽然弹性但是比较粗糙一点 那价格是最便宜的 但是因为它还有人体没有办法吸收的腊质 所以吃了容易腹泻啦 放油剔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另外我们再来谈所谓的扁血 它通常是用鞋刀切片的方式来贩售 那它的切片的形状就这样子比较狭长 那鱼皮的颜色它没有整圈一致 它是一边深一边浅 肉质是比较绵软跟松散的 好那我们再来看圆雪 好圆雪 圆雪呢它的色泽是选白的 肉质比较细致 口感是Q弹的 通常它是用所谓的轮切的这种方式来贩售 跟我们真正的这个鲍鱼 它们的切片 它之后的形状是蛮像的 可是它的鱼皮呈现的是黑色的网状 表面上鱼鳞的这个纹路 看起来是比较不会有那么明显的凸起 那但是真正的雪鱼 它的这个肉色是洁白的 那肉上面没有那种明显的这种红线 那它的鱼鳞是非常密的 它通常是一片压着一片这样子长下去的 那解冻之后的鱼皮 它摸起来是很光滑的 感觉上就好像有一层黏膜包覆在上面 那它在销售的时候 通常都是不刮鳞的 所以以上简单的分辨 你们有没有记起来 我想最后针对这些标识不实 低价高卖的行为 我真的认为应该是要严家的财宝 也呼吁我们的一个政府 应该要加强稽查的一个作业 严格来替消费者去把关 才不会让消费者变成冤大头 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